纳扎收工吃火锅,深夜放毒,还在减肥的小伙伴你们想说点时吗? 鼓励纳扎你们都知道吗?1992年5月2日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,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,从16岁起开始兼职做平面模特和舞蹈演员,曾就读于新疆艺术学院附中。 2012年在电视剧《轩缘剑之天池痕》终是演于小雪一角而被观众熟知,深受观众喜爱。 女明星减肥结实不断锻炼保持身材的故事已经不再是新鲜的事情了,但是也有一些明星不用痛苦的结实也能够保持好身材,你说气人不气人。 最近纳扎通过微博上传吃货锅的视频,并称刚收工就来吃货锅。 视频中纳扎一个人坐在餐厅的大桌子前,大口享受货锅,还不忘对着镜头卖萌田笑,桌上的美食十分的诱人,简直深夜放毒。 视频中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桌子的美食,有肉卷,有素菜,看起来也是十分的丰盛了,整张桌子放了好几副碗筷,但是出镜的也只有那扎。 服务员站在坐在边耐心的等待着,看来那扎真的是要享受这完美的盛宴。 网友被此诱人美食吸引,纷纷留言称,小辣扎和货锅分不开了,不过这波深夜放毒,看着饿了。 那扎鱼货锅是完美离博。多吃点,辛苦了。 这种吃法放在普通人身上真不算什么,但是那扎你作为一个女明星,这样吃,真的是挺任性的。